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已经开始不断报复性出外旅行 到处去玩 拍照 打卡 花了这么多钱 由机票 由酒店 去到一个地方 即是你自己去都还好 如果你跟另一半去 去到这地方 你不能够拍一些很正的照片 很漂亮的影片 让他打卡 放上网 纪念一下 你都很难跟他交代 因为这件事可能会吵架 所以今次这条影片我会教大家 如何去旅行可以很轻便 不用带一大堆很专业的器材 但也可以帮你女朋友拍到很正的影片 和很漂亮的照片 至于片头的影片 其实就是我用电话 我的iPhone 13拍出来 还要不是最新的14 或者其他很厉害的电话 至于如何拍到这个效果 好像很稳定之类的 没错了 我用了这个新出的Instagram 360 Fold 这个就是Instagram 360 新出的手机稳定器 一个手机稳定器 最基本的责任就是 要稳定到你手机拍出来的画面 让它不会很手震 动来动去 和可以做一些简单又很特别的云镜 用得好 它不仅要稳定到你手机的画面 它还要稳定你和你女朋友的感情 你们的关系 令你少点拗叫 令你的旅程都要开心愉快地进行下去 大概有这么多没用的 这个东西小小的怎么用呢 我们现在不如出去试玩一下 今次的Instagram 4 其中一个最大的卖点 就是它轻巧方便 你可以直接放在包袋里 然后一拿出来 加上你的电话 一转 立即使用得 而且你只需要第一次用的时候 连接它的APP 之后你每次打开它的稳定器 它就自己打开APP 超快 超方便 这个也是其他的手机稳定器 未必做到的 因为我之前也有用了其他牌子 收到的时候 又要搞这样搞那样 每次打开的时候 都要打开APP 又要重新连接一次 那就会慢一点 你说是不是差太远 其实又不是 可能真的是几十秒的事 但是用上手就真的方便很多 除了这个设计之外 还有一个 都是跟其他手机稳定器比 很方便的功能 下面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拉下来 一来你可以延长一点 然后再拉多一点 然后它再变成一个三脚架 座在一个地方 就不用每次都拿着 这个也是比其他手机稳定器 我之前用过的一款 它就是另外一个三脚架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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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它下来 지금까지 Deept Check 3EM leaning 3.0的技术 它乐意会追踪你想要的物件或是人 就算它怎样动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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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有個人,只需要用手指滑一滑,滑一滑,他就會直接地踢到這個人 你看到,就算你想拍的人,他怎樣走來走去,多麼跳脾,甚至跑 也好,哇,跑到那麼遠,都依然在追蹤,你看到嗎 甚至,可能在拍這個人的時候,有時你去旅行,或者怎樣也好 有些人經過鏡頭,甚至看你拍什麼 這個情況下,他都是追蹤到,我現在試一下,好嗎 當你現在在拍一個美女的時候,突然有阿叔走過來 那你發現,阿叔走開了之後,他依然在追蹤到,我們再來一次 說明是穩定器,我們當然要試一下穩定功能 看看他的實際畫面,到底有多穩定、多厲害 現在,而且正在試這個穩定器,你叫他一邊走,其實畫面都很穩定 是不是不錯呢,是不是多棒呢 Yeah 那如果你是美女,頭又比較小的話,都沒什麼問題 但萬一你好像我這樣,頭又相對大一點 拍出來的畫面,可能整個畫面都是你的頭 其實我也不知道你是日本,還是埃及,還是你家的廁所 所以他還有一個功能,非常厲害 當你覺得可能太近的時候,你可以把它直接拔出來 Oh my god 你看到現在畫面是不是就闊落很多 然後還可以調校角度,可以看到更多的背景 就不用整個畫面,都是我的頭,那就沒那麼漂亮 然後我們又說一說他的操控,還有怎樣操控 那這裡你看到這個畫面,其實有幾個按鈕 那這個就是錄影的按鈕,紅色都怎樣 你一按下去就要錄影 那這個就是用來轉一些不同的模式 即是想拍照或拍片都可以用這個來切換 然後暗兩下就可以切換前鏡頭還是後鏡頭 即是你想拍攝自己,拍攝前面都可以靠這個切換 那這個就是開機關鍵 但基本上由於它一開就懂得用 一關就立刻關鍵,所以應該都很少用 那這裡有一個Joystick 就是用來給你調校方向 即是你想它上下左右動都可以的 這裡有四點,其實有四個模式 例如AUTO就是用一些新手 你剛開始用,其實用AUTO也不錯 例如你移左移右,甚至上下 那其實這部機都會跟隨到你的 但它都會幫你保持著這個水平的狀態 追蹤的模式,它就是你都可以左右左右,OK 上下,遙鏡追蹤,即我們叫Pan Follow Pan Follow是甚麼呢?左右,它會跟著的 但當你上下的時候,你看到的畫面 看到嗎?它保持著,都是向著的方向 即是這個就是一種場景 就是你只是想跟著人走 手前後動,其實都不會影響到FPV模式 就是類似一些穿越機 最敏感的狀態下 你上下穿它也會跟著動 甚至你打斜,它也會斜的 就是這個情況 這樣就有被模擬搭穿越機的效果 其他模式你打斜,是不行的 還有一個按鈕,好像Trigger的位置 你按一下,它就會幫你追蹤中間的目標 即是畫面中間的目標 按一下,取笑,按三下 最厲害的這個 這個功能就給你有時 可能你覺得有時前鏡頭拍自己 不是那麼漂亮 我想用後鏡頭拍自己 行不行呢?它就會幫你做到 但這個情況,你會發現 後鏡頭是看不到自己 不要緊,按一下中間的Trigger位 它就會自動追蹤你的本體 你怎樣動呢?它也會追蹤到你的 然後這裡,你會看到它的邊 其實都是一個按鈕 你會看到我們可以轉來轉去 我們快按一下的話 它就會切換不同的鏡頭 Hold住的話,長按 慢慢zoom過去,或者拉遠都可以 相信大家都應該聽過 全景的照片 拿著電話,然後慢慢慢慢移動 這樣就拍到一個全景的畫面 但通常我們會手震 或者拍得不太好 這個時候Instagram也可以幫到你 你看到這裡,我們要選擇這個全景的照片 我們可以選擇拍多少度 我們有180度、240度 然後有一個類似3乘3的畫面 現在試一下這個滑動變焦 同樣都是困住個人 然後攪拖機 然後慢慢向後移 按一下就是一個鎖定模式 鎖住了,怎樣都不會動 按一下放手再按實的話 它就會進入一個叫Active Path 即是靈敏增強的模式 它就取決你用哪個模式 譬如用F、PF、FPV 它就基於這個模式的移動方法 你動的時候它會再靈敏很多 我們試一次 現在我們是FPV模式 我們只需要按一下再按一下 就立即進入Active Path的模式 你看到它又會快很多 那麼同樣我們轉回Follow模式 是很慢的 其實這個快慢本身你都是自己教的 你可以教上快還是慢 可能有時候你教慢了 你又想快的時候 立即進入這個Active Path的模式 你看到它瞬間就會快很多 當然這個Insta360 4 其實還有很多特別的功能 平時去旅行 其實你不一定是日光日白出去拍的 有時候可能你晚上都會出街 晚上拍片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不夠光 這次它又多了一個配件 就是一個補光燈 就等你晚上的時候 可以進行一個簡單的補光 用法很簡單 這個360 4 它有兩個USB Type-C的位置 一個就是這裡 就是給你用來充電 它會寫著IN 然後上面 也有第二個USB Type-C 寫著OUT 那這裡用來做什麼呢 它首先可以用來插 你的補光燈 用來做一個簡單的供電 在這個穩定器給電 你看到它有三種光線模式 就可以讓你進行一個簡單的補光 它後面就直接有一個位置 它就可以扣在一起 它現在就錄著自己 然後我上次關掉這盞主燈 現在我這個畫面相對暗了 我們上次開一下這盞燈 噴噴噴的時候 其實它也會幫到一點 還有這盞燈 它還有一個可旋轉的設計 如果我想轉回前鏡頭拍前面的時候 我都可以將這盞燈轉到前面 就拍到前面一樣可以 它也是可以轉到適溫的 除了有白光 還有黃燈 你有這麼多種光線強度 其實當你每次選擇了一個 你想要的組合之後 你下次關機再開機 它都要記得你上次選擇 除了剛剛做補光燈的位置之外 還可以用來充電 它加上TAPC的頭和iPhone的頭 你也可以一邊充電 一邊用這個穩定器 還有是它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空隙的位置 讓你用來放一些咪咪插在這裡 就不怕有條拼 還有它還有這個握把 讓你可以拿得再舒服一點 你看到設計也不會遮蓋到按鈕 最後講一講 我用了出去拍了一天的心得 我覺得其實這些科技產品 就是這樣很有趣 你越遲買 它就是功能的完善 之前你如果看我加班台也好 或者有時候出去燒東西吃也好 都知道其實我有時候出去 我都要拿一個穩定器出去 但是我其實用了一段時間 有時候也懶得用 而且因為其實有些穩定器 真的太麻煩了 這次我覺得它真的針對著 現在有些穩定器的缺點 重新做一個新的出來 如果真的喜歡去旅行 也有這個拍片需要 但是又不想拿這麼多東西 還有要花這麼多錢買一些器材 其實這個真的你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我早前去日本旅行 其實你也知道我是一個裝備傻 我都會有不同的相機 鏡頭也會有一大堆 去旅行我其實真的帶了兩支鏡頭過去 但是老實說我去到 基本上我只是長期帶一支 另外一支我就是放在酒店 因為真的太重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 這個穩定器就可能真的有幫到你 如果你的照片用來放在IG 一個電話拍出來的畫面 其實真的好夠做的我想說 還有它拍完之後 加上它的APP 可以有很多玩法的 挺簡單 還有可以令你的影片有些得意的發生 好 這個就是我今次的Instagram 360 Pro的開箱 也感謝Instagram 360 又送這個產品給我 因為我其實個人是挺喜歡它們的產品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用下面的連結去買 也可以當支持一下我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